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欢迎来到养生之道,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雅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在岁月面前,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衰老的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衰老迹象也更加明显 不仅头上长出了白发,脸上也渐渐出现了各种细纹色斑,就连身材也开始发肤走样 为了能够使自己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很多女性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当中也总结出了很多方法 甚至不惜花费金钱购买昂贵的护肤产品,频繁出入美容机构等 正所谓内外兼修,与人抗衰老更是如此 单纯只注重外在的抗衰老,只能够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 如果在平时多注重身体内在脏气组织的衰老防范,或许能够起到是半功倍的效果 咖啡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如今已成为上班族的最爱 大多数上班族在开始工作之前,总会先泡上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工作 能够起到提升醒脑的功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效率 喝咖啡除了提升醒脑之外,很多女性还靠喝咖啡来抗衰老 不过也有很多人以为,喝咖啡容易加快衰老 喝咖啡到底是加速衰老,还是延缓衰老呢? 不妨听听医生怎么说,咖啡里面这种大量的多分类化合物,它的抗氧化能力是很强的 如果每天我们喝上一道二杯咖啡,对于降低患癌症的风险有很大的帮助 喝咖啡除了有以上两个好处以外,适量的喝一些咖啡,它能够起到一个减肥瘦身的作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想减肥的人群,平时适当地喝一杯咖啡,对于控制体重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因为咖啡里面的一些物质,它能够起到促进我们体内脂肪燃烧 虽然咖啡味道有一些唯苦,但是在消耗我们体内热量这个方面来说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能够坚持下去,可以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但喝咖啡除了有以上的好处以外,大家看喝咖啡的一个坏处 那么喝咖啡还有哪些坏处呢? 以促进钙流逝,咖啡能够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起到力量的作用 促进钙跟着尿液流逝,所以经常喝咖啡容易造成股量流逝,增加患股质疏松的风险 特别是停经以后的女性,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如果长期大量的喝咖啡,那么对于我们这种股质疏松会进一步的加重 就会很多人出现腰腿疼痛,腰腿不利索的情况出现 对于长期喝咖啡的人群来说,应该重视不干 适当地参与一些户外活动,能够增强肌肉力量 维持骨骼的健康,第二造成神经过敏 咖啡能够暂时地提高反应力 不过,长期大量的喝咖啡会被破坏维生素B 所以维持这种神经系统平衡 久而久之导致神经过敏 常常因为小事而紧张不安 心慌和出汗 明等,所以如果是维生素B1缺乏的这一类人群 就不建议喝咖啡了 三扰乱睡眠 咖啡中含有咖啡因会让人异常的兴奋 帮助缓解疲劳感 不过大量的喝咖啡却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 以及睡眠对于心跳加速 心机的一些坏处 长期喝咖啡也会加重高血压的病情 对于高血压病情 血压的控制不是很好的 现在大家都已经了解咖啡的好处和坏处了 咖啡虽好 但也不能够随便喝 有些东西与咖啡一起喝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甚至威胁到生命 以美国大学心脏学的研究统计表明 在吸烟时 饮用咖啡不动脉冻血管 会发生暂时性的硬化 长期以往会对人体攻血的系统产生破坏 另外这个咖啡中的咖啡因在香烟 泥固丁等物质的一个作用下 容易导致我们细胞发生一些变化 甚至诱发癌症的进展 所以边喝咖啡边吸烟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第二酒酒中的酒精和咖啡中的咖啡因都会有兴奋的作用 如果他们俩同时饮用 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很大的刺激 它会刺激血管的扩张 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大大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很多人喝了以后会出现头痛 失眠或者心脏出现心动 过数心悸心慌等等 然后诱发心血管疾病 所以不建议在饮用咖啡时在喝酒 三喝完茶后喝咖啡 有很多人觉得嘴巴里面没有什么味道 有些人这个时候就要喝茶 茶和咖啡都有活血 洗脑提升的作用 如果同意会对大脑产生更大的刺激 长期让大脑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导致失眠或者出现心悸等等的情况 最后还容易患上经常性失眠 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另外下面这五类人最好以咖啡绝缘 第一类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 喝咖啡很容易引起心肌缺血心疾 甚至心脚痛咖啡中含有咖啡因 可以被视为兴奋剂 它可以引起我们兴奋 并影响我们的心率 这很容易造成心脏病患者病情嫁重 不利于心脏病患者的病情调养 第二种就是骨质疏松症患者 骨质疏松症患者通常不建议喝咖啡 不建议长时间大量饮用咖啡 因为如果他们每天喝太多的咖啡 咖啡因可能会导致钙的吸收障碍 从而影响营养吸收 并加重骨质疏松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